我喜歡季總十年 憑什麼你一出現就多多他所有的注意啊 你在說什麼呀 哎呀 哎呀 給你開開嘴 謝謝 天呐 這麼強 季總小七 接住有緣不如 你走吧 好 來 坐 嗯 熙田 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聖安娛樂的季總 我去看技術的眼神也太溜人了吧 看來也想把技術放進自己的玉堂 這位是從國外培訓回來的舞蹈老師 孫熙田 現在也是我工作室的舞蹈老師 季總 您好 哎呀 沒有想到季總如此年輕有為 我還以為聖安娛樂的總裁是個大叔 哈哈哈 我也早就聽說過孫老師的明慧 都說你專業能力很強 我的舞技能有這麼大進步 跟熙田也有很大關係 哎呦你說的這麼厲害呀 哎 熙寧 熙寧 你怎麼來了 我不該來嗎 你不是練舞去了嗎 我是在練舞 練到一半被拉出來吃飯了 哎 好了好了好了 熙寧是我叫來的 上次我們三個不是有些誤會嗎 我就想著叫過來一起吃吃飯聊聊天 是 熙寧坐我這吧 熙寧 熙寧 坐我這 今天的喜大CP由我來保護 我先去買了 我先去買了點東西 孫老師 你要不要來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正好缺個舞蹈老師 我也正想把熙寧推上一個舞蹈聰議 當然可以啊 能和季總工作是我的榮幸 不行 季總 娛樂現在本來就傳 跟新來的舞蹈老師有某種情感 這話題熱度不解 他要是真來我們公司 網友肯定會更加大作文章 根本看不到他們的作品 這跟我們藝人發展方向完全不符 公司老闆 是你還是我 是你 但我也說藝人著想 季總 你當著我的面挖我的舞蹈老師 有點不太好吧 熙寧 你應該不介意吧 我沒問題季總 沒有這麼好的舞蹈老師教我 我一定會用作品證明給觀眾看的 這個男兒到底想做什麼 讓秦迪天天朝夕相處 他這是幫熙寧還是害熙寧 既然如此 那就合作愉快 不行 我不同意 小七沒事呢 要不再考慮考慮 雙贏的合作不用再考慮了 既然季總如此堅持 我就恭敬不如從命 從什麼 沒關係沒關係 我知道小七也不是故意的 好啊 竟然把招數放在我身上 那就看看誰奇高一招 我就是故意的 我喜歡季總十年 憑什麼你一出現 就奪走他所有的注意啊 你在說什麼啊 不是我推的 你 小七 你沒有生了嗎 我好難過 我這麼誠心的季總 他連看都不看我呀 季總 你以後來關心一下呀 你又犯病了是吧 我太難了 季總 我得替小七說句公道話 小七她那麼喜歡你 你也不能當著她的面 傷害她 我就不信以讀公路會吃不了你 希妮 她剛才出公司不到兩分鐘就好 她都是裝的 季總 你怎麼能說小七是裝的呢 車禍現場 我回娛樂都親眼看到她受傷了 你別說 她不會在意的 季總 小七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她我現在就在醫院了 你們別勸了 你們越說她 我越難過 是我眼下 你差不多得了 今天 我們就用這杯水 暫斷我對你喜歡 承認 京總 對不起 記數該不會被我破殺了嗎 你說什麼 嗯 我說 對不起 不是這句 我就说了这一句啊 季总你没事吧 小七刚刚就是吃醋 你别省她的气 季总我刚才就是吃醋行为 我现在清醒了 对不起啊 不要不是为了我的喜乐CP 我至于风险那么大吗 喜乐CP 我为什么能听见她在想什么啊 来都来 那就把情愿这事阻止 以绝后果 是你 你也都看到了 我这么喜欢记总 他都不曾看我一眼 现在 竟然对另外一个人另眼相当 叶希宁 娱乐 孙希田 这个 我知道我在大平广州这下冒犯里 你现在很生气 但是 你能不能不要让那个人来公司 这样的家人都好 完了 这下真玩脱了 哪要黑化了 难道我穿越到我的小说世界了 季总 要不你破回来了 刚才是你破的我 难道是卡巴克了 他忘了 你不会以为 我忘了你刚才做了什么吧 季总 我刚刚就看到外面有狗仔 这要是让他们拍到 孙希田跟娱乐之间 有什么亲密举动 乱写的 你怎么知道有狗仔 我亲眼看到的就在外面 你问季总 他也看到了 跟着我一路 所以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去破坏狗仔的计划 这叫阻止误会 阻止误会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难道说 是他改了剧情 从而影响了小说 这也太离谱了 季总 如果不是小七 这件事还真有可能被人恶意造谣 他也是病急乱投医 而且 季田去善良之事 确实还在慎重思考 季总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 回公司 小七 你要是担心的话 我陪你回去 谢谢你 要跟鱼鹿看我 季总 我真知道错了 我这人就是容易冲动 人万一冲动容易犯错 你就原谅我这次 我问你啊 你是宋爷 别宋 我自己能回去 季总 我真的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 我不想让你看其他人 你喜欢我 你不是知道吗 我喜欢你 喜欢你十年了 为了跟你在一起工作 我这么努力 当我知道你喜欢叶欣宁的时候 我感觉天都快塌了 好在鱼鹿跟欣宁在一起 我还有机会 但我知道 你看到苏西前的时候 这个是谁能受得了啊 你喜欢我十年 你叫什么 季总 你该不会一直不知道我叫什么的 全鸣 小青 你姓小 不行啊 人家小红小强都能姓我 为什么不能 早知道当初 我就该这儿巴结取个名字 不偷懒了 回公司 你开车 我 我 我 你当我代价 上车 哦 怎么用 齐总 我事先说明 我没怎么开过车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你还是自己来吧 踩刹车 请走 你不原谅我 能不能换个方式 我刚拿到驾照 马路杀手上车 这是会殃及持续的 说我受伤 觉得他赔罪了 那刹的名就不好了 要不换个杀人美口的方式 或者让我死得漂亮点 开车 我大好的青春 要这么在自己手 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做哑巴 绝对不祸从口出 不是刹车有门 坏的 才有门 这个我开了 开了